赵露丝与陈哲远的幸福笑容,一幅爱的画卷。 近日,赵露丝和陈哲远两位演员的充满情感的照片引起了网络社区的热议。 在一张在海滩上拍摄的照片中,两人在相机前开心地笑着,这张照片迅速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开来,引起了轰动。 赵露丝,以其甜美的容颜和出色的演技而闻名,被发现与备受喜爱的年轻帅气演员陈哲远一同度过了极其幸福的时刻。 两人看起来十分亲密自在,让粉丝们不禁对他们之间的真实关系产生了疑问。 更令网络社区激动不已的是两人完美的外表和灿烂的笑容。 他们不仅是娱乐圈的同事,还分享着许多共同的爱好,尤其是对摄影的热爱。 这张照片就像一幅爱的画卷,展现了两人之间的和谐与默契。 关于赵露丝与陈哲远感情的传言早已传开,但两人始终保持沉默,只专注于工作。 然而,有了这些充满浪漫的照片,粉丝们不禁期待着从他们那里得到明确的答复。 网络社区迅速做出了反应,成千上万条评论和分享涌现出来。 许多人表示钦佩和祝福这对情侣,希望他们在不久的将来正式公开他们的关系。 这是否预示着中国娱乐界即将出现一段新的爱情? 赵露丝和陈哲远将如何回应这些传闻? 让我们共同期待接下来的发展,并希望他们继续为观众带来精彩的艺术作品和这样令人难忘的时刻。 长歌行 演员精湛演技塑造鲜活角色。 长歌行作为一部古装历史传奇剧,其演员阵容与角色塑造堪称出色,为观众呈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古代画卷。 迪丽热巴在剧中饰演女主角李长歌,她将一个身世复杂,性格坚韧的郡主形象刻画得深入人心。 李长歌经历了家族巨变,却始终保持着一颗坚韧不拔的心,她的成长与蜕变让人动容。 迪丽热巴凭借精湛的演技,将李长歌的内心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 吴磊则饰演了男主角阿施勒筍,这位东突厥的特勤人物,不仅英勇善战,而且情感深沉。 吴磊将阿施勒筍的忠诚,勇敢与深情演绎的恰到好处,与迪丽热巴的对手戏更是火花似箭,让观众未知倾倒。 刘雨宁在剧中饰演浩兜,她作为杜如惠的养子,身负重要使命,表面冷酷无情,内心却充满热血与正义。 刘雨宁通过细腻的演技,将浩兜的复杂情感与矛盾心理展现得淋漓尽致,让观众对这个角色产生了深厚的共鸣。 赵露丝饰演的李乐燕则是一个温婉善良,才情出众的女子,她与李长歌的姐妹情深令人动容。 赵露丝通过精湛的演技,将李乐燕的柔美与坚韧展现得恰到好处,为全剧增添了不少亮点。 此外,剧中还有许多其他角色,如芳一伦饰演的魏淑玉等,都各有特色,为全剧增色不少。 这些演员们凭借精湛的演技,将各自的角色塑造得栩栩如生,让观众仿佛置身于那个波澜壮阔的古代世界。 《长歌行》是一部备受瞩目的电视剧,其演员们以精湛的演技,成功地塑造了鲜活的角色。 这部剧以唐朝卫背景,讲述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故事,其中每个角色都承载着丰富的情感和命运,而演员们通过出色的表演,将这些角色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首先,演员们的表演技巧无疑是这部剧成功的关键之一。 他们不仅仅是在扮演角色,更是将角色的内心世界演绎的淋漓尽致。 无论是主角还是配角,每个演员都展现了出色的表演功底,让人不禁为之赞叹。 他们通过细腻的情感把握和精准的台词演绎,使得角色在银屏上悦然呈现,观众仿佛能够感受到他们的喜怒哀乐,与之产生共鸣。 其次,剧情的设置和人物塑造也为演员们提供了丰富的表演空间。 长歌行以唐朝的历史为背景,将唐朝盛世的荣光与人物的命运纠葛相结合,呈现了一幅灰红壮阔的历史画卷。 首先,演员们的表演技巧无疑是这部剧成功的关键之一。 他们不仅仅是在扮演角色,更是将角色的内心世界演绎的淋漓尽致。 无论是主角还是配角,每个演员都展现了出色的表演功底,让人不禁为之赞叹。 他们通过细腻的情感把握和精准的台词演绎,使得角色在银屏上悦然呈现,观众仿佛能够感受到他们的喜怒哀乐,与之产生共鸣。 其次,剧情的设置和人物塑造也为演员们提供了丰富的表演空间。 长歌行以唐朝的历史为背景,将唐朝盛世的荣光与人物的命运纠葛相结合,呈现了一幅灰红壮阔的历史画卷。 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性格特点和成长轨迹,演员们通过深入挖掘角色的内在世界,将其诠释的淋漓尽致,使得角色形象栩栩如生,令观众为之动容。 此外,剧组的精心制作也为演员们的表演提供了有力支撑。 从场景部制到服装道具,每一个细节都经过精心设计,为演员们营造了一个真实而逼真的舞台。 在这样的舞台上,演员们能够更好地融入角色,将其演绎得更加真实感人,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综上所述长歌行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部备受赞誉的电视剧,与演员们的精湛演技密不可分。 他们通过出色的表演,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角色,为观众呈现了一场视听盛宴。 相信随着剧情的不断发展,演员们将会有更多精彩的表现,为观众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